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亲自现身支持肖战的话剧 不少网友都祝福帅哥和美女的友谊长存啊 肖战的很多粉丝都表示羡慕 也想去支持他的话剧 肖战话剧的门票是出了名的难抢 并不是有钱就能够买到的 相信肖战的粉丝也都体会过 众所周知肖战和杨子曾合作过余生请多指教 只不过这部剧19年就拍摄完毕 麦合一拖再拖 原本是定在9月份播出 因为一系列的原因 芒果台宣布余生撤当 如今来看 余生今年播出的希望是渺茫了 此前有网友爆料 余生在芒果台的合约已经到期了 额场会拿过来网播 这样一来 余生播出的希望就大了 其实芒果台播不播也无所谓了 毕竟现在看电视的人少 很多人都是在网上追剧 改网播也是不错的选择 余生请指教中 杨子和肖战出演一对情侣 两人在里面有不少感情戏份 没想到这部剧拍完了这么久 双方还有联系 其实在今年5月 有媒体就拍到肖战和杨子现身横店聚餐 除了两人外 还有双方的工作人员 为了避嫌 两人还是以前以后出来 杨子和肖战全程包裹严饰 吃完饭后 又是分开走了出来 估计也是不想引发误会 肖战现在是人气顶流 杨子也是当红小花旦 可惜的是 双方不怎么来电啊 最后祝杨子和肖战的新剧早日播出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 关注小编 带你了解娱乐圈新鲜事